真诚相待 我去民权东路的殡仪馆 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 最后的仪式是 绕着朋友的棺木 瞻仰他的仪容 我看着朋友安详的脸 想到去世前 他因为生病 而极端痛苦的样子 就减少了忧伤的情绪 感到有一点安慰了 走出殡仪馆 我想到今后再也不能和朋友 一起喝咖啡谈笑 想到生命的短处无常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告诉自己 好好的来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吧 因为百年后再也吸不到了 就觉得空气特别的香甜 然后我步行到一家 我步行到一家与朋友去过的亚都饭店 喝咖啡 在那优美的欧式咖啡厅里 我端起咖啡 对自己说 好好的品味这一杯咖啡吧 因为百年后就喝不到了 这样想 觉得那个咖啡特别的香甜 喝完咖啡 我沿着明泉东路向东走回家 走过了大家都不想进去 最后不得不进去的殡仪馆 走过了大家都在求财富 求姻缘 求指示的恩主公庙 香火鼎盛 可以看到人间永不满足的欲求 走过了几家妇产科的医院 仿佛听到新生儿恐慌 面对人间的体哭声 走过了广大的荣兴花园 看到几对情侣在那里弹琴说爱 一对新婚夫妻在拍新婚的照片 啊 生老病死的历程是多么短暂 在明泉东路一千公尺就走完了 我们的人生不就是这样的在演出吗 让我们更真诚的相待吧 因为我们的人生难得 因缘难遇 让我们对父母多一点孝心 因为百年后只会剩下怀念 让我们更真诚的对待妻子或者丈夫 因为百年后就不能携手散步了 让我们更珍惜儿女的成长 因为百年后要拥抱她们就不可得了 让我们在每一个相会每一个因缘里都能全心的付出与融入 都能无私的感谢和奉献 每一个相待都是最真诚的相待 因为百年后 因为百年后这些都不可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